亚麻子冲水对于水根培育种植亚麻子芽菜苗的重要性 图 室内水根培育种植的亚麻子芽菜苗 亚麻子冲水对于水根培育种植亚麻子芽菜苗的重要性 有水根栽种过亚麻子芽苗菜的朋友 是否都误以为亚麻子是无法顺利水培栽种出亚麻子芽菜的呢 其实是您用错亚麻子冲水方法了 除了一定要选购绝对能发芽的新鲜亚麻子外 还要注意亚麻子的发芽率一定要达到85%以上 才能用来当作水根亚麻子芽菜的种子 还有亚麻子种植前的事先冲水的处理方式 绝对不能省 那么亚麻子要如何冲水与清洗呢 延伸查阅栽种亚麻人子 芽菜之亚麻人子清洗步骤说明 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 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 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